中俄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对于这一现象也越来越引起了西方媒体的关注和讨论 确实 中俄的走近对于西方看起来像是一场意外 毕竟很少有两国接壤的大国能把关系处理得融洽 现在西方越来越反思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呢 或许对于中俄的误判才是中俄走近的根本原因 第一件事 外媒表示西方对中俄存在误判 这使得中俄更加的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2月12日 西班牙先锋报发表文章表示 过去30年 西方对中俄存在严重的误判 西方根本就没有想到俄罗斯人和中国人 因对西方的不满而团结在一起 现在中俄正在政治上靠近 形成了强大的欧亚轴心 而这与当初美国在冷战结束以后 对世界未来的构想完全不同 西媒为什么会得出对中俄存在误判的说法呢 这其中有一条原因很重要 那就是中俄现在已经被当成了西方世界以外的两支重要力量 而西方根本就没有料到这一局面的出现 先说俄罗斯 本来按照西方的剧本 俄罗斯是应该持续性地衰退下去的 进而分裂成几个更小的国家 但是30年的时间 俄罗斯竟然又成为了一个强大的军事国家 1991年苏联解体时 当时刚成立的俄罗斯联邦随即陷入混沌之中 15个加盟共和国分家过日子 俄罗斯的经济遭遇巨大的困难 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而言 既然强大的苏联都已经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失败 新成立的俄罗斯又怎么会成为美国的对手呢 于是 美国以一种趁热打铁的姿态 对俄罗斯展开了围追堵截 前苏联成员国纷纷加入北约 美国以为一切都会顺利 但是后来一切都变了 因为普京总统的上台执政 虽然到目前为止 俄罗斯并没有变成一个经济发达的经济强国 但是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平 很显然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更重要的是 普京给俄罗斯的支柱 也就是军队重新注入了灵魂 很显然 当美国与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交手时 美国这才充分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俄罗斯已然是一个美国啃不动的大国了 而对于中国 美国可能更加地预想不到 在美国的剧本中 勤劳的中国本来应该成为世界的工厂了 但是没想到 中国现在不仅成为了世界的工厂 而且还要成为一个科技强国 这一点让美国始料未及 对于中国的雄心壮志 美国是不高兴的 产业链的创新与设计环节 本应是西方人的进卵 中国怎么可以燃止呢 于是乎 西方阵营针对中国的敌意迅速上升 也正是因为 俄罗斯和中国 没有按照西方设定的剧本发展 所以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想要采取一系列的手段 将中俄重置为他们预设轨道上来 很显然 中俄都不可能答应 西方对于中俄的这种角色设定 也正因为如此 面对一个想要维护霸卷统治的美国 中俄携手走到了一起 第二件事 因专家之招 制裁中国才能达到击垮俄罗斯的目的 2月17日 根据外媒报道 英国专家亚伦 阿诺德表示 如果美国政府希望通过金融和经济制裁 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发出震慑性的威慑效果 那么美国就必须同时 对中国实施二级制裁 该专家表示 普京在北京找到了一条 只有华盛顿才能摧毁的经济命脉 中俄关系的加强 为俄罗斯提供了一个机会 这减轻了西方潜在制裁的打击 很显然 在这个专家眼中 为了彻底的制服 俄罗斯是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的 甚至把矛头引向无关的国家也在所不惜 现在在某些西方霸权主义精英眼中 中俄的合作恐怕早已经成为了 其眼中钉 肉中刺 对于他们而言 俄罗斯是威胁 中国是挑战 既然如此 那还不如来一波捆绑打击 这样的专家 如果其主张被使用 这对于西方而言 恐怕也不是福音 对于俄罗斯而言 美俄经贸关系的份额 可以说是微不足道 与俄罗斯有着密切经贸关系的 除了中国 就是欧盟 而以美国的做事风格 又怎么可能抛开欧盟 而单独对俄罗斯和中国施加制裁呢 事实上 到现在为止 欧洲40%的天然气都需要俄罗斯供应 欧洲短期内不可能摆脱对于俄罗斯的依赖 况且为了美国的战略目标 跟俄罗斯把关系彻底闹僵 这对于欧洲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欧洲也不可能配合美国这样做 而对于我们而言 中国有反外国制裁法 美国要是对我们下手 美国是不是也应该掂量掂量我们的反制措施 这位西方专家脑回路清奇 要把中国卷入纷争 这除了证明歧视霸卷主义心态作祟以外 更反映出了其对于中国深深的敌意 西方这样的专家还是少一点为妙 这样的人只会使得事情越来越糟 第三件事 美国与波兰达成60亿军售 炒作俄乌局势打开售卖军火之门 2月18日 根据美国媒体ABC新闻报道 在波兰邻国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存在战争威胁的情况下 美国宣布计划向波兰出售60亿美元的新军事援助 正在波兰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 在邻国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威胁日益加剧之际 华盛顿正采取行动加强波兰这个重要东欧盟友的防御 波兰亲身了解较大邻国侵略的受害者付出的高昂代价 波兰为帮助乌克兰增强防御能力做出了宝贵贡献 美国炒作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没有发声 现在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又在波兰亲口贩卖俄罗斯入侵的焦虑 美国如果不是为了多卖几单军火 实在找不出更好的理由解释美国为什么要这么做 对于美国而言 乌克兰的紧张局势似乎越来越变成美国人的提款机了 乌克兰局势一紧张 乌克兰的富商纷纷出走 欧洲股价纷纷受挫 而美国军火订单的需求似乎也被创造出来了 不得不说 美国人贩卖战争焦虑的策划很成功 但同样的 美国的行为也很让人感到不耻 对于乌克兰的局势 美国为了完成对别国利益的收割 竟然无耻到总统出面造谣的程度 美国这个国家的信誉又何在呢 也许对于美国而言 真金白银才重要 至于其他的有什么重要的呢